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明朝到清朝 外界对这部经典几乎是一无所知 一直要到了明国初年故宫成立之后 在我们整理当时明清的这些藏书的时候 才发现有这部经典的存在 这部经典分上中下三页 总共108页 以内容而言并不是故宫最丰富的经典 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一百多张的附图 是我们故宫典藏的佛经里面插图最丰富的经典 这部经典的内容非常特别 因为它跟一般传统的佛经并不一样 那我们其实从它经文的内容出看 其实就可以感觉它似乎跟唐宋以来到明朝的三教合一的 这样子的一种源流有关 也就是说它里面包含有儒士道三家的内容 比方说它里面在开头的很明显的一幅插图 中央是一个梵文的哄字 从这个哄字放射出类似所谓使法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另外的插图它有儒士道三教的教主 就是像释迦摩尼佛老子孔子 这样子的三教教主的这样子的传统图像也有 它里面道教的元素除了符咒的部分以外 在经文的内容里面 比方说它有出现像道教很讲究的除煞的这个概念 另外像是道教的一些明显的一些名词 像是西王母 那道教的图像就是比方说像是这个三足金乌 像是玉兔 像是这个符咒等等这些 当这部经典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在它的艺术方面的这个内涵 抄写者是明朝初期很重要的一位书法家沈渡 沈渡的书法相当有名 皇帝曾经称赞他们是我朝西县 意思就是明朝那个时候的王羲之王献之 这部经典里面它另外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不光是有汉传佛教的造像 它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藏传佛教的造像 因为明朝的宫廷里面 他们也跟这个藏传佛教有密切的接触 所以它里面有出现像是藏传佛教的上师的像 里面有这个像是马哈嘎拉 或是我们讲大黑天的这样子的护法的像 初步的研究就是认为说 刚刚提到了像是它有如是道的内涵 然后像是它有藏传佛教的元素 那但是在我们近几年的新出土的一些文献 研究里面发现说这部经典 其实它跟云南大理白族那边的 特别的佛教信仰 我们一般称为叫阿扎利教 里面有很直接跟阿扎利教相关的这些元素 在这部经典里面 上卷的一开头的地方 有一尊非常特殊的愤怒尊的造像 它是九头十八臂三只脚 而且它的三只脚分别踏在一个骷髅头上面 我们讲说这种多头多手的这样子的一种愤怒像的造像 但是在藏传佛教或者是印度的密教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九头十八臂 然后另外最特别的是 从来没有三只脚的 九头十八臂三足的这样子的造像 目前只有在云南大理阿扎利信仰里面出现 咒语在佛教里面的出现算是很早 我当时说因为在印度文化里面 印度的在佛教之前的文化 比方是婆罗门教里面就有所谓的咒语 所以佛教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在佛教的经典 特别是大圣佛教的经典里面 有很多的经典里面都有包含一些咒语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流行 大家会念诵的《心经》 《心经》最后的 有这个现在发音当然是什么 接地接地 婆罗接地 婆罗生接地 菩提斯 苏婆河 但它原来的梵文的发音是 所以在佛教里面 这个咒语的出现其实很早 然后使用也非常频繁 只是在佛教传进来的时候 因为梵文里面称这个叫做mentra 就是说mentra的这样子的一个词 当时在佛经翻译上面 就采用用咒这个字来做对应 唐朝的时候曾经想要改 认为说佛教的mentra跟中国文化传统的咒不太一样 所以唐朝的时候曾经把它改用就是 可能大家也听过就是这个真言 就是把它叫 所以现在日本的叫真言宗嘛 但是后来在汉传佛教 这并没有形成一个主流传统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还是称佛教咒 这部真传内印经它是孤本 也就是说唯一只有这一套 那刚好是由我们故宫所珍藏流传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